7月31日,工作室发出一组林欣如的高清美图,照片中欣如身穿黑色连衣纱裙,高贵大宝,纤细的手臂以及白滑的长腿,尤其惹人注目,粉丝纷纷大呼惊艳,确认过眼神,是我欣欣艳的女神,好喜欢这套衣服,好知性,美美的老大,欣如的女神。 欣如终于减肥成功了,洒花,有现场观众也发了林欣如当晚的图片,并陪文,林欣如这是怎么了?看了这位路人镜头下的无修图后,只想说一句,减肥尚未成功,欣如仍是努力啊,看看这张从观众席拍摄的照片,林欣如又手手臂颇为粗壮,忽然明白她为什么要挑选这条有皮肩的裙子了, 就是为了遮挡左手手臂吧,远远看去,她的腰只也似乎有点圆润,来张视频截图,可清楚看到林欣如的手臂确实肉肉的,甚至可以说是粗壮,与金星图里有着优美平直的手臂线条相差远。 另一个路人镜头下的林欣如脸有点大,有点帮,感觉都快看到双下巴了,尽管只拍到一点腿部位置,但人口看出其大腿有点粗,可能林欣如也知道自己的右手手臂有点粗吧, 所以拍照时她刻意凑着身子,毕竟左手臂被薄纱遮住了,看不出来胖瘦,可惜,欣如躲过了媒体的长枪短炮,却未能躲过路人的镜头,由于拍摄角度的问题。 她还显得有点头大身小,照片也可看清楚裙子的质量,显得有点老气,完全没有金星图里那种高贵大帮的质感。 之前林欣如被媒体拍到丑照,她嘴上说不介意,但明显受了刺激,之后不久就看起了减肥之旅,还时不时刷出自己的运动照片,又是做瑜伽,又是到健身房锻炼,还吃起了减肥餐。 林欣如为了瘦身也是麻痹的,不过她毕竟也42岁了,身体的新陈代谢变慢,要恢复苗条身材,可不是容易的事,加油吧,欣如。